大家好 我是Ale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很Juice的新聞 事源是一間公司 被Alberta temporary foreign labor advisory office Alberta政府舉報了一間 Lenny Immigration Consultant 基於Edmonton 究竟是甚麼事呢 於2019年4月 Alberta舉報了這間公司 給加拿大邊境管理局 CBSA 說這間公司懷疑去賣工 給外國工作人員 即是買工去拿工作 offer 然後去移民 這是犯法的 事源有兩個客人 就舉報了這間公司 給Government of Alberta 各自給了3萬元到4萬5元 給這間公司買工 這是2019年4月 6個月之後 2019年12月 CBSA就有一個search warrant 就是去搜查令 去到這個consultant的公司 家裡 其實他家裡 都拿了他的資料 去Alberta公司 都拿了資料去研究 調查了超過3年 就是2023年4月21日 正式落案去起訴他 2023年5月1日 就是他被判刑 刑期是18個月監禁 因為有些原因 稍後再說什麼原因 他就是換刑 6個月戴腳簾坐在家裡 罰款是14萬8千加幣 這個人我是認識的 他就經過其他渠道的介紹 我是2022年12月見過他的 他就說幫我們客戶找工作 但他收錢 我都是遠距了他的 就是一面資源 我覺得這個人比較多 我2022年見過他 他2019年12月已經有search warrant 這個人的犯罪心是很重 他已經覺得知犯法更加想騙人 所以這個故事 這個新聞告訴他 千萬不要去付錢去買工 這個在加拿大法律裡面是犯法的 據我所知 他是買通了很多在加拿大公司 做HR 做Senior Manager 去幫他找工作 什麼叫買工呢 就是那些公司只要告訴加拿大政府 他請不到加拿大人 已經有一個 positive labor market impact report 勞工市場評估報告 這個report就不是 tied to 任何的人 那這些HR Manager 就會賣給他 他再轉賣給所有的工作人員 去賺錢 這個其實是一條生產鏈 所以真的很高興看到 CBSA成功地起訴了 這個人和這間公司 今個星期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麼多 有什麼問題請你PM我們 拜拜